新穿粉紅襯衫跟市長開心合影 這名男子就是新竹有名的富商 許金煉 當時他以新竹獻警友會 監視的身份出席贈車活動 如今卻驚爆離奇死在家中 7號晚間 許金煉被發現倒在妹妹家中臥室 監警相應研判 許金煉早已死亡多至 但身上衣著完整 沒有外力侵入跡象 初步判定許金煉是死於 突發性心血管疾病 消息傳來親友都哀痛萬分 他人很好 你看他那麼有錢 他也不會有那個老闆的架式 他就很平易近人 前幾年 因為金煉會仇作財源比較困難 除了他因付的一些費用之外 他又每年又兼了50萬 比如說要買衣服 或者辦單女家節的活動 他都親自在留外的付出 許金煉人員好是出了名的 儘管擁有百億身家 平常行事簡樸只吃路邊攤 育有益子但家人非常低調 鮮少曝光 全台各地他都有土地 包含台北淡水桃源清浦 還有新竹縣市等地 投資眼光非常精準 遇到朋友有難更不另於借錢相助 是朋友眼中的好好先生 如今富商卻傳出意外猝死 令不少人感太萬分 記者黃志昌楊文新新竹報導 共同市民保持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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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